金深金融及投資銀行家溫天納的Ronald早安 Ronald早安 Ronald早安 李Sir你好 兩位好 是的 想談談人民幣 因為見到國慶和中修節長假期間 離岸的人民幣就一直這樣升 這段長假期期間升了百分之0.7% 而在昨天長假期後 第一個交易日 人民幣對美元的積期匯價 就升到近18個月的新高 而且創了2005年7月以來 最大單日的升風 想問Ronald 為什麼人民幣這段時間 這麼強是什麼原因導致呢 我覺得有幾個因素 首先就是說內地黃金州的時候 內地的會市方面來說是停了的 所以基本上 昨天就是一個追星的所謂情況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理解和正常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來看 我覺得其實整個環球的大環境 都有些少許改變的 基本上來看 除了內地的一個經濟隱吐之外 基本上來看美國的選情方面來說 部分投資者來說 可能覺得拜登勝選的機會比較大 所以某程度上來看 都是令到整個氣氛來說 似乎是對內地的資本市場 和對內地的會市來說 有一定的幫助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追星的情況 至於我覺得有更加重要的是 內地的經濟來說 是不是真的能夠保持一個 較其他地區或者國家較強的局勢呢 如果這個真的可以做得到的話 那這個對人民幣的一個短期的一個 一個市場的走勢來說 都可能是一個正面的行動 所以所以投資者 可能都要繼續留意這個形勢的變化 那10月19日 即是內地會出一些 第三季的經濟數據 如果基於剛才你的分析 即是說如果經濟數據繼續強的時候 那你看人民幣可以升值空間 可以升到什麼位 但如果經濟數據不是那麼強的 它回落的話 在什麼位置有支持 我覺得有幾個 幾點要留意的 首先就是說 究竟那個數據上 能不能夠反映到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黃金周的情況 我覺得就未必說 就是來得及的 這個始終你看 整個三季度來講 就不是說涵蓋了整個黃金周 這個要留意的第一點 那另外一方面來看 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用現在作為一個匯價 作為一個折點去考慮的話 那我也覺得如果那個數據繼續強 那另外一方面來看 那叫做什麼強呢 那最重要就是說 究竟投資那個增長 估定資金投資 包括這個所謂的 內需的一個增長 究竟有幾快 因為始終來講 內需的消費的方面 其實我們見到 就不是說很理想的 很多情況之下 那所以如果這些都能夠有個突破 或者一個較穩的數字的話 我覺得人民幣去到年底的時候 可能都是有大概是百分之1.5 做百分之2的一個空間在這裏 那這個我個人估計 但是你說突然間數據很差 或者是美國的選情 或者環球經濟突然看得到 令到美營資產突然間是 再次好像今年三四月的時候 突然間被人追恐的時候 那當然這個人民幣匯率 有可能會有一定的壓力在那裏 但是始終我覺得 從現在現有的形勢來看 特別是美國選舉形勢 那方面 似乎是對人民幣有利的 所以這個 我就覺得是要留意這個情況來的 我跟您剛剛說 似乎是比較短期一些 譬如黃金周的數據 和美國的大選 但是如果中長期 你怎樣看 因為始終那個匯率 和那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有關 你剛剛也提過 但是如果中長期來說 它的走勢 有些人說到美元 將會跌得很斬裂 那人民幣會不會又升得很厲害 現在有很多不同的論點 包括這些悲觀的言論 明年會跌兩三成 這個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就覺得 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 這個都很災難性 如果是這樣的話 讓我撇開這個因素 那美元來說 你說無限量寬 或者是 令到美元貶值的機會 是比較大一些 肯定是 但是這個就牽涉到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美國的政治的 你說民主黨或者共和黨 誰上台 和上台 本身來看 他們那個叫做 對量寬 對資本市場的一個政策 其實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所以變成 這個如果是 打擊到那個 美元資產的價值來說 其實曲線來說 當然都是會利好人民幣 因為本身來看 你說人民幣跟著 美元一起跌 如果美元跌的話 如果基本上變成兩三成的話 人民幣來說 只要它相對不要跌那麼多 它就已經變成一種叫做 相對的升值的情況 所以 假設別安武政治 一個衝突的情況之下 其實人民幣走強的機會 是比較大一些的 特別去到明年的時候 但是也要去到一個 更加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 在這麼強的人民幣之下 究竟對外貿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利呢 這樣我覺得 肯定是不利的 但是其實大家都看到 內地現在都在鼓勵著 所謂一個 雖然說雙循環 那個字眼上 但是其實都是以內循環為主的 所以這方面來看 我覺得他們都是有一定的心理準備 在這裏 就是說容許這個人民幣轉強 和本身也都可能夠阻止到 資金外流 這方面來看 都是一個趨勢來的 可能是 正如Ronald提到 就是說人民幣繼續強 其實對中國經濟可能是有著有不著 特別是外貿那邊 那如果在人民幣繼續看 偏強的一個預期之下 那個A股會怎樣影響那個A股 如果是人民幣偏強的情況之下 其實對A股來說 其實對A股來說 我自己從一個外資的角度去看 就是說如果是從一個經濟投資者 當然人民幣資產來講 會受追捧 這件事來講 理論上是會好的 從這個人民幣的價值那裏去看 但是你又要更深層次去看 就是說人民幣偏強的話 究竟對不同的一個所謂板塊 或者那方面來看 是不是一刀切好呢 這個就未必的 這個情況 特別是那些製造業 或者真是始終外貿 雖然大家不基於厚望 但是都是不能夠想著它等於沒有的 是不是 所以變成這個 我就覺得是 都是要持續地要留意 但是短線而言 就是對一些人民幣現金流的 所謂內循環股 或者一些股份來講 肯定是一個比較利好 所以我覺得對 投資者要留意一下 短線對A股來講 可能覺得人民幣升值 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再分析下去的話 部份是受益於人民幣升值 部份是不受益的 所以要分得很細一點 這方面也都首先 都不能夠假設 一刀切 人民幣升值對A股就好 對於散戶來說 Warno 他們說人民幣升 人民幣的息又不錯 兩個加起來 那比劑港幣好 那你又怎樣看 劑港幣和劑人民幣 基本上兩個不同的一個因素 基本上來看 以前來講 一定很長的時間 從2003、2004年開始 一直去到這個所謂的 2016年左右 2017年左右 其實人民幣都是一個 必贏的一個選擇 但是始終來看 你要留意一下 就是因為人民幣 大家會留意到 那樣東西 這個息率真是比較高一些 但是呢 那個波動一些 都不是說低的 變了來看 投資者就要 或者散戶來說 就要留意一下 你是不是會 為了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 一個所謂的年利率 都可能沒有 然後去換取一個 比較大的波動 那這個就似乎投資者 他的部署上來看 是不是真的 能夠承受到這種波動 那樣東西 那還有本來 剛才我們說的所謂的升值 都是一個正常的假設 那很多時候 從2015年開始 其實投資者都會見到 在很多 百分之一的情況之下 或者很多 都順雷不及掩耳的情況之下 人民幣是出現了一個 貶值的情況 所以這個都要視乎 究竟這個所謂人民幣的強 或者弱 對內地的經濟是好還是壞 但是初步 你問我這一刻 人民幣的定期 是可以考慮的 那這方面 特別對於散戶 小散戶來說 賣賣的息 這個都不妨 你說 啟得太長線 你說定到有些兩三年以上 或者更加長 這個就見仁見智 這個就是 Ronald 你提到人民幣的息 都想問回 就是人行的貨幣政策 如果經濟是靠穩 理論上應該不需要通過寬鬆貨幣的政策 或者減息來刺激經濟 那是否都會在利率方面 是有利於人民幣呢 我覺得有幾個要留意的 首先你說人民幣強的話 其實對人行的一些所謂的操作政策來說 其實是比較彈性的 其實它可以減息而不影響到資金內流 但是也更加深層次 要看回內地的經濟究竟是發展得怎樣 特別是現在黃金洲的時候 有兩個論點 第一個就是 內需增長兩例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有論點指 那個數據 其實內需數據就沒有想像這麼強 所以你要看 究竟哪一個角度認證出來 才是真的 這個情況 所以我就覺得內地經濟來說 儘管是比環球經濟更強 其實從它的內部部署 或者是一個計算上來看 可能現在都沒有去到 它真正一個中央定下來的指標 所以資金的放鬆 流動性 肯定是會 透過幹掌那些進行 至於減息那裡究竟怎樣行法呢 我相信都是在籌取 究竟減還是不減呢 但是當然人民幣匯率強的話 對減息來說是有一定的幫助 但是一減息的話 投資者可能 境外投資者可能 就可能留意到 那些定期利息 不是同步都會減的 這個就跟不跟 這個就不知 因為利外和作用始終是不同的 但是這個也不能忽略 那個印度 當人民幣匯率是減的話 會不會又回落一些呢 這件事都是要留意的 最後也想問Ronald 那內房的樓市又怎樣看呢 內房的樓市呢 其實就要說回幾個星期之前 大家可能聽聞過 有若干的超大型的 這個內房曾經出現這些 所謂的周轉性的傳聞 經歷了這件事之後 一度影響到內房的股價 但是對內房的銷售方面來看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是很樂觀的 但是始終來看經歷了那件事之後 大家會覺得就是 似乎中央對內房呢 都是幾愛扯幸 房是用來住的 不是炒的 但是當這些房地產公司 真的出現這些傳聞的時候 似乎就是會 四方八面都會來支援 就是大到不能倒的 所以我覺得 整個內房那個所謂的格局來講 都是會比較平穩的角度去發展 都不容許這些大型的 超大型的內房企業 出現過周轉性 甚至倒閉的情況 所以似乎這一個 那件事件 都令到大家對內房的信心來講 是增強了的 但是這個是針對大型的 中小型的內房 或者是從一個樓宇的銷售方面來看 特別是非一線城市的銷售來講 其實都要留意一下 始終內地的經濟 都受到一定的一個 此前的疫情影響 和現在外圍的形勢 那就要比較小心一點 都要選擇地方和股份 這方面都是要留意一個重點的 好 今天謝謝Ronald 謝謝 投資新世代